瑞瘦麒麟是什么动物? 麒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瘦,性情温和、羽凤、龟、龙和,称为四陵,传说能活两千年,古人认为,麒麟出没,必有祥瑞,还各种事物和百建制作成麒麟的样子,用以祈祷和降服。 麒麟的外形即是头、肚角、浮眼、驴身、龙鳞、牛尾就于一体,尾巴毛放向龙尾,有一脚带肉,还有一种说法是龙头、马身、龙鳞,尾毛似龙尾状舒展,能吐火,声音如雷,有毛之宠三百六十,而麒麟为至成,古人将雄性衬其,雌性衬麟,麒麟的爷爷是映龙, 映龙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一种有益的龙,又名飞龙,黄龙,乃天上之物,曾作为皇帝大将斩杀吃油,夸父,曾以为化帝成江,驻大禹治水,秦获乌之旗,毛独生映龙,鹰龙生剑马,剑马生麒麟,麒麟生树手,繁毛者,生鱼树手。 有很多民族和姓氏把麒麟当作秃特和祖神,其中,目前被公认的麒麟正脉魏姬氏,县魏姬氏郭姓,也就是周天子一脉,这一脉起源于皇帝,麒麟正脉是皇帝宣源氏的主要分支, 这种上古时代的信仰代代传承,麒麟所具有的吉祥异议,也随之被广大民众公认,且牢牢地存在于意识之中。 中国民间有麒麟宋子之说,据记载,孔子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前都出现了麒麟,孔子的父母本来有一个儿子,但患有足疾,不能担当四世,夫妇俩就在泥山祈祷,盼望再有个儿子。 一天夜里,忽有一头麒麟多尽雀里,吐出一方博,尚书,水晶之子孙,衰舟而肃亡,旨带贤明,意思说,意味他有帝王之德,而位居其位,第二天,孔子出生了。 传说鲁埃公领着他的大臣某围练于山东家乡的南部山区,在轰杆野兽时惊扰了一只神兽,也就是麒麟, 鲁埃公和大臣们对这只从来没见过的神兽进行了追捕,最终麒麟因为腹伤被抓,经大师鉴定,母兽威灵,建议鲁埃公将麒麟带回去疗伤,不想麒麟因惊吓过度不吃不喝很快就死了,据说就藏在金山东麒麟镇麒麟种之中。 古代江林,奉、龟、龟成为四陵,龟为百兽之城,奉为百秦之城,龟为百林之城,到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,龙、奉被最高统治者攫取,成为帝王、后妃的象征,麒麟则被用在了官员豪府上。 在清朝时,一品官的补子徽氏就是麒麟,地位仅次于龙。 明永乐十三年,郑和夏西洋回国后,带着马林国王赠送的长颈鹿回到了南京,当时明朝人没有见过,这种只有在热带草原才出产的大型动物,长颈鹿又长得很像传说中的麒麟。 最终大家一致认定,马林国所赠的动物就是麒麟。